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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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专卡胡同61号 三间正房月租金八元 他的女中除了全包十宗以外 工资仅三元见鲁迅日记 展开全文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 费用在城里 每次只有一脚钱左右 包车每月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 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 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 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 所以人都叫他当当车 起出电车的路线有四条 不久扩充为六条 以前门 天桥为中心 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 天桥至西直门 共 分四段 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 和四分前至西单排了二段十八枚 和七分前 和七分前 至西直门四段三十二枚 和一角三分前 第二路黄牌总段 天桥至北心桥 共分四段 天桥至前门一段十枚 至东单排了二段十八枚 至东四排了三段二十六枚 至北心桥四段三十二枚 车费铜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 东四排了至西四排了 共分四段 东四排了至东单排了 一段十枚 至天安门二段十八枚 至西单排了三段二十六枚 至西四排了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 北心桥至太平仓 共分二段 北心桥至地安门一段十枚 和四分 至太平仓二段十八枚 和七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 崇文门至宣五门 共分二段 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十四枚 和五分半 至宣五门二段二十枚 和八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 崇文门至和平门 共分 二段 崇文门至朱尺口一段十四枚 和五分半 至和平门二段二十枚 和八分 总之 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 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 下饭馆 看戏精细 文明戏和话剧 电影 泡茶座 逛琉璃场买书籍 碑铁 文物 据顾鞋刚等回忆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 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六元 六人一桌 六菜一汤 满口饭随便吃 个人在饭店包火每月十来元 四菜一汤 花费一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菜大馆子请一桌食席 高级的鱼食席每桌十二元 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二十元 每人二元 鱼醇席十元 海参席八元一桌 最高当月味谈家菜 四十元一桌 主菜是每人一碗后喂鱼制 可供十一人入席 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处 二元钱一桌的便洗 菜谱有 一四冷昏 四个装熏鱼 酱肉 香肠 松花蛋的平盘 每盘五分 二四炒菜 如溜里脊 鱼香肉一片 辣子鸡丁 炒牛肉丝等 每盘一角 三四大碗 多维米粉肉 四喜丸子 红烧鱼块 扣肉等 每碗二角 四一大件 一个红烧整肘子 或一只白煮整鸡 加一大海碗肉汤和六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 食的人是吃不完的 平均每人二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 两大著名公园 中央公园县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 都是同源二十枚 或五分钱 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 茶水一角 点心每盘一角 文明茶园 可以边饮茶边听去 每人七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 称为戏园子 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二角 城南游乐园门票二角 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 票价一至二角 最贵的演出 票价在一元左右 根据1927至1929年的调查材料 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 木匠 人力车夫等 每个家 听每年消费约二百元 和每月十七元 含人民币六百元左右 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 而文化阶层 自施其力 自行其事 自得其乐 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 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